各位网友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可以概括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接着我们上次以前谈到的话题 孙丽伦与蒋家邦 第二项是美国本武合一具体的措施 各大专院校预备军官训练团的设立 第三项是中国四天下来控制人民的 军事化的锁链 好在我们进入话题以前呢 我先纠正一个错误 这是跟上次我们提到的 在缅甸的孙丽伦跟日军的战役有关的 上次我说到日军和孙丽伦争战的师团 他的班号是334 其实是33师团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孙丽伦丽伦与蒋家邦 他的关系 孙丽伦呢 他呢 不是蒋家邦的一个你可以说成员 那蒋介石呢 在以前我们介绍他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他基本上的话 就是如同别的军阀一样 我们同时也可以说 在中国四天下的这个 几千年的历史中 他呢 是一个典型的 是一个典型的 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为出发点的这么一个人物 我们闯不过很多次 在四天下 他的这种以个人私利为前提和中心的这些政客 他们做事的原则呢 就是凡事对我有利 不论是非黑白善恶 都可以做 凡事对我造成的一些的 那无论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 将其彻底铲除 所以这个呢 用来形容蒋介石的话 那是不为过的 我们以前介绍他的时候呢 我们提到过了 那今天我们就特别就孙利仁跟这个蒋家邦 世间的这种关系呢 来做进一步的解释 孙利仁 他呢 是这个安徽省 这个第一名 可以说是这个 当时呢 保送进入这个清华 这个人你可以看出来呢 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他跟这个蒋介石 在这个日本世关学校 那些学生 学生中的倒数 那么几名 两个呢 是这个 黑白 成一个强烈的那个对比 结果呢 结果呢 蒋介石呢 在那个日本世关学校 念了那么几年呢 哈哈 还没念完 哈哈 最后呢 他 他这个 在中国得失以后 他派他的这个助手呢 到日本呢 他用那个 哈哈 金钱 买了那个毕业的这个文凭 哈哈 所以呢 他呢 这个人的话 那个 智能呢 相当的这个 低等 特别是跟孙利仁比 不能比 孙利仁 他清华毕业以后 退去到美国这个 俄亥俄州 的一个叫做这个 Purdue 那个大学 去念这个工程 念完工程以后 在美国呢 他说是 呃 待了一段时间 啊 这个 找到了 一份呢 这个 那个 绘图 工程绘图的这个 工作 后来呢 他呢 就像那个 啊 中国历史上 啊 汉朝呢 我们以前提到过的 那个呢 很有报复的 班超 头臂丛容 哈哈 他呢 就 决定 上那个 维吉尼亚军校 啊 啊 和那个西点 军校齐名的 军事学院 他呢 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大学文凭了 所以呢 他呢 进了那个军校又从那个三年级开始年级 他这个 毕业了以后呢 然后 回去呢 这个当然 他没有办法进入那个 蒋家军的那个体系 对不对 蒋家军呢 就是从这个当初尊门 把 苏联的黄金跟枪炮 然后 这个 任用 他们的那个 啊 所谓的这个 啊 教官 还设立的 啊 那个 军队的体系 啊 这个体系呢 我说过 就是呢 你这个特务 来进度 控制军人 那是苏联的 共党的那个体系 那苏联人的话 他是这个 非常开放 自由 的那个军事体系 两个呢 如天地黑白 哈哈 完全相反 不能够相比 所以孙力人他回来以后 他呢 就是这个 啊 认为这个 啊 训练团的这个 教官 哈哈哈哈 这个 不怎么这个 起眼重要的那个 官职 哈哈 让他呢 这个 从底层 慢慢的这个做 啊 我们就不细说 他的这个 生涯 啊 啊 一生的这个细节啊 那些的 都是属于这个 历史 沉迹啊 啊 啊 那我们呢 就 啊 还是 回到啊 啊 他呢 在 缅甸 作战的 那双 事迹啊 啊 啊 以前提到过了啊 啊 他呢 解救了 将近啊 差不多七千多的那个 英军 和五百多人的啊 美 美国英国的 新闻记者和平民啊 啊 传教士 传教士 啊 那 他呢 啊 在那个战役的话 啊 可以说是这个 在国际军事领域里头啊 啊 声明啊 声明确起啊 啊 那个 可能就会有人问呢 啊 或者是有人就 啊 就说了啊 啊 如果他跟这个日本的那个战役 啊 他呢 是这个 啊 一多 鸡寡 是吧 那这个样子的话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哈哈 但是呢 他这个战役的话 你不能不配 这个人呢 他 这个 有才是 嗯 他当时 嗯 动用的 的兵力 大概 哈哈哈哈 一千左右 其实你 真正 算他啊 那实战的 那个人员 因为他一千的话 他包括了那些什么 这个 嗯 不是战斗的人员 后勤补给什么之类的啊 啊 你真正算他战斗的人员的话 大概是将近九百 他的对手 日军多少 跟运进 几乎是相敌 四五千 哈哈哈哈 他 以这么少的这个兵力 去对付 那个 有他 数倍的那个日军 那是一流的 哈哈 我以前说过 从中国 组成的那个 啊 啊 第三十三十 十团以后 就 战无不死 哈哈哈哈 这个 哈哈 不胜大 功无不克 所以 那是 为什么 他那个 战役 一下来 啊 孙力仁呢 哈哈 他就是这个 啊 在国际 上呢 就 声名 却起 英国 美国 哈哈 都给他那个 啊 极高荣誉的那个 勋长 当时 他在把 英军 七千 左右的 英军呢 解救出来以后 啊 那日军呢 他们那个 那个 军力呢 要 胜过这个 啊 英军 所以呢 英军呢 就决定 就 后撤 撤到这个 印度 那 当时呢 啊 啊 那个战场啊 啊 他的这个 盟军的那个统帅呢 是这个 这个 美国方面呢 这个 叫做这个 这个 Joseph 史蒂威 啊 一般中文文人叫 史蒂威的 这个 将领 他当时呢 就 跟这个孙力人 一起呢 撤到这个 印度 因为 那条方向的话 那个路径的话 是 安全的 另外一个 这个路径呢 就是 从北 就直接 回云南 你看那个地图 好像 哎呦 那个缅甸啊 北边跟云南接了 啊 那应该就说是 最 短的一条 所谓的 斜径 啊 从那条路 回去的话 一个最好的 对不对 最快 最安全 那你这个 要从那个西北 到了印度的话 路途又长 对不对 可能有时候 还会遭到日本的 那个有什么 这个聚局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 呃 当时呢 蒋介石 他呢 一方面 哈哈 这个人才智 非常的 这个 平庸 他应该是 看的那个地图 哎呦 嘿嘿嘿 这个是这个 最短的这个捷径 他就下令 当时的这个 呃 顺利人的 他的这个 军事长官 叫杜玉明的 这个将领 他是这个黄埔 一期毕业的跟这个林彪 哈哈哈哈 是这个同学 都是这个苏联 那个特务监军的 那个体系下来 出来的 所谓的这个 点 对不起 点型的 啊 蒋家军 可以接到这个 蒋介石的命令以后 当然 啊 这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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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 全力 实行 当时 杰尔仁 跟他说了 这种是属于这个军事常识的 北边 那地方 你看地图 好像是这个 捷径 但是 北边呢 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 原始森林 这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 史迪威 跟这个 顺利人呢 决定呢 不从北边 回云南 要从西北 撤到印度的那个原因 咳 咳 咳 那这个 杜玉明呢 就是典型的 那个 唯一 主子 马首 是瞻的 那种奴才型的 奴仆型的 军人 他心里 他心里 明明知道 那是一条 几乎是这个 啊 九死一生的 啊 危险路径 九死一生呢 是中国成语 但用在 在这一个 啊 撤退的行动上的话 正好 是这个 啊 非常 正好 正好 啊 因为呢 他带领他的军队 当时呢 有四万人 人左右 啊 企图穿过那个 原始 那是 森林 那原始 那个森林 啊 历史上不知道 也没有人 看过啊 有什么 那个 他呢 里面的那些 这个 你都根本不清楚 那种可怕的 毒蛇猛兽 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就 那种 记得 就说呢 那个军人晚上睡觉 白天的话 就变成了那个 尸骨一堆了 很可怕 很可怕 但是呢 他不听 别人劝告 蒋介石的命令 这个 哈哈 虽然这个 会这个 无缘无故 牺牲大批的 啊 将士 那这个的话 这个命令呢 即使无理 也得这个 这个执行 遵律人 他呢 等于是这个 不理会 哈哈哈哈 那是这个美国 和 体制之下 训练出来的 那种 军人的那个思维 抗议 啊 他呢 这个认为 这是错误的 可以 拒绝执行 哈哈 他呢就 不 服从那个 啊 送死的 那个命令 他 撤到印度去了 那那个 杜鱼明呢 帅领了 四万 左右的 部队 穿过那个 森林 最后 他抵达了 那个云南 哈哈哈哈 所谓 九死一生 到云南的时候 四万 只剩下 八千 主人 说他 九死一生 哈哈哈哈 应该是 不是 非常过分的 以人命 开玩笑 蒋介石 他所以 做那个 非常愚蠢的 那个决定 一方面 他本人的那个 才智非常平庸 另一方面 他是以个人私利 为前提 为中心 因为他心中 非常惧怕 孙力人 他和 如果 杜鱼明 或者 在当时 中国在缅甸的那个 远征军 差不多 十万人左右 都到了印度的话 接受 这个美军的那个 支援训练 到时候 哈哈 强大以后 对 蒋家军 蒋家 帮造成 哈哈 就他来看的话 不可收拾 不可收拾 致命的危险 所以 断然下了那一道 哈哈哈哈 这个 啊 不考虑 人民的 这个 愚蠢的 那个命令 啊 一 四万 哈哈 减成了八千 至少还有八千 对不对 十二三万 两千多人呢 都这个 无缘无故 平白了 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呢 又不是我的生命 对不对 是你们的 对不起 至少我还有了八千 同时 更重要一点 哈哈 这些人呢 他不会 在印度 哈哈 这个 成长 成为一支 特别强大 对他造成厉害的 那个军队 所以呢 那个 那个 村里人 他是那个时代呢 我以前说过 这个最协处 中国最协处的 像 但是 因为他不属于 蒋家军 那个体系的人 在中国四天下的话 他这个情形非常简单 你不属于 我这个体系的 你呢 啊 这个 跟我呢 啊 不 沾亲带故 哈哈 用另外一个成语来说 啊 那就 对不起了 哈哈 那这个 啊 所有的这个 啊 这个好处 利益 都 一般呢 都没你的份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最杰出的 这个将位 他呢 头衔至善 哈哈哈哈 给他一个贤才 就像我们说的 最好 呵呵 你的茶 看看你的报纸 摇摇天 或者像赵匡胤所说的 哈哈 多智 歌 无女 日系 饮酒 相欢 嘿嘿嘿嘿 你 中气天年 哈哈哈哈 这 这是邝毅说的 但是呢 这基本上的话 几乎所有四天下的那些 哈哈 那些职人 他们心中所想的啊 那对他们自己的那个写照 这个就是他们一生要追求 都糜烂的生活的一个忠实的写照 但是呢 他一个人追求的话 不太好意思 对不对 旁边的人呢 眼睁睁的看到他 对不对 睁大眼睛看到他 过这么这个 哈哈 所谓 幸福的日子 对不对 那总是那个 心里 有时候会不太好过 对不对 所以呢 要他们一起 跟着 自己 过这个 糜烂的生活 哈哈 有个棒 哈哈 对吧 要不然的话 哈哈 就觉得呢 这个 啊 孤单了一些 所以 所以 当时在 抗战胜利以后 这个 蒋介石 派这个杜玉明 到这个东北 跟这个 林彪的 哈哈 第四野战军 哈哈 受这个征战 林彪了 受到那个 苏联 对不对 交给他那个 武器 装 对吧 哈哈 那个人员 是非常的 这个 强大 啊 这个 这两个啊 杜玉明 林彪 在黄埔呢 同班同学 嘿嘿嘿 在东北呢 就这个 相遇了 杜玉明的话 哎 想想 哎呀 老同学嘛 这个总是这个 啊 这个 有一些这个 亲户的关系 对不对 哈哈 所以呢 打起来的话 他呢 也没那么的 那么大的劲儿 哈哈 所以呢 他带领 所谓北上 啊 东北啊 啊 那个 拖拖拉拉的 然后呢 不时吃败仗 哈哈哈 一共呢 这个 过了这个两个月 一点 一点什么 这个消息 都没有好 让这个蒋介石一看 他感觉到 虽然他 这个人 才智非常平庸 但是呢 他毕竟 还有 就是说是 军事上的 这个认识 他知道大事 不太 不太妙了 他呢 啊 就赶紧 把他那个 送到的美国联合国 开着什么军事参谋会议的 哈哈 你想看 当时那个 中国 啊 蒋家军 跟那个 苏联 他那个 哈哈 附庸的那个军队 哈哈 共党的那个军队 啊 打得这么不可开交 哈哈 还把这个 最接触的将领 故意送到海外去 哈哈 参加会议 哈哈 这种会 不开也罢 对不对 哈哈 蒋介石的目的 就是要把孙力人给孤立 哈哈哈哈 你最好不要跟军队有接触 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他一有接触的话 势力一形成的话 对他呢 在蒋介石的眼中 看的话 绝对是一个 哈哈哈哈 让他晚上睡不着觉 那种威胁 但是 这个杜于明 他呢 不愿意打 同时呢 也不能打 哈哈哈哈 没有那个才能 哈哈 这是奴婢 奴婢的 知天下 那种 将领 最初 这个 蒋介石呢 哈哈 就那一个电报 哈哈 送到那个孙力人那地方 赶紧回来 哈哈哈哈 孙力人一回来以后 当天晚上到东北 当天晚上就制定 攻击的那个计划 第二天 开始进行攻击侧面 跟正面的 三方面攻击 当时这个吉林的四平 那时候林雕统帅 哈哈哈哈 那个大军 占领了四平 跟他对抗 第三天 哈哈哈哈 攻击了 掌控四平的那个至高点 三天 哈哈哈哈 就把那个林雕的那个 四平的那个军队 整个部队 就赶出了这个 一路赶出东北 所以那一人 他的这个才智 你从这一点 你可以看出来 杜玉明 他在那边拖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东北 不断的吃败仗 孙力人 他一来 不到三天的时间 就让林雕 哈哈哈哈 这个 抱头鼠穿 哈哈哈哈 但是呢 陆一鸣 他当然知道 蒋介石的那个心思 对不对 十天下的话 那些奴仆的话 他一个官场 就是要揣摩 哈哈 他那个主子 他的心意 他当然知道 蒋介石 非常忌讳 孙力人 所以就故意压制孙力人 从各方面找到麻烦 但这个冲突不断的发生以后 蒋介石呢 他呢 他呢 就把那个孙力人 一掉开了 哈哈 那个 就给他闲采 一直 从那里头 他就不再缠着任何战 战 杜玉明呢 在 这个 差不多将就两年以后 1949年1月 淮海大会战 全军覆没 最后被逮 被俘虏 这么一个 平庸的 奴仆型的这个将领 最后呢 投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这样啊 然后呢 顺利人 他这个 到了台湾以后 又被啊 那个 蒋家父子 蒋介石和蒋经国 啊 按了一个要叛变的这个名义 因为那时候蒋家帮 他在台湾的那个情势 岌岌可为 美国那个时候已经断绝 对这个蒋家帮 他的那个支援 同时美国呢 对孙利人 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很希望孙利人呢 因为他的那个 降台 那种台气的话 在美国是这个啊 你有那个财气 你呢 就 应该出人头地 在中国 哈哈哈哈 不是 你有那个出人财气 对不起啦 哈哈哈哈 你不是死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 生不如死 所以后来呢 找了那个就是说 孙利人 他呢 主张这个 反攻大陆 啊 我们怎么能够反攻大陆 哈哈哈哈 那个啊 他是蒋世父子的 他们这么说 啊 这个 故意这个 哈哈哈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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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秀静 33 年 所以 所以你看孙力仁他的这个例子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中国你虽然说是孙门驱逐大鲁 以那个名义把这个满进的体制改成了民意上改成了共和 其实的话共什么和 只是权力有所转接 对吧 不同的人得到权力 所以基本上把满洲的那个大清帝国的权力呢 就这个拱手交给袁世凯了 袁世凯再跟那个满清的那些官员哪个好 半斤八两 所以 师天下的话 这个 你有才气 有报复的话 除非 除非是秉持着公天下那种精神跟原则 你 依靠上帝 这个样子 才能够出人头地 就像公天下时代 顺 全家想把那个干掉 依靠上帝 与 一样 父亲被杀 但是呢 他依靠上帝 对上帝非常的这个忠实顺服 所以最后呢 都从这个迫害之中呢 变成了后人非常尊敬的这个领导执政 孙丽人呢 孙丽人呢 他毕竟在这一方面呢 他没有 像顺 瑶顺 鱼那些人 这种 公天下的 他呢 就应该 取而代 这是理所当然的 公天下的话 不是什么 真心戴固 而是贤能 你不贤能 即使我自己的子孙 不行 真是公天下 当然 你那个财气 是上帝的那个 秉赐 赐给你做什么 就是要你善用 来照顾 天下所有的人 天下 苍生 不是 要你头衔 至善 所以你当然要 好好地去运用 所以这是有关于 这个 孙丽人 跟 蒋 在帮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 谈了 第一点以后 那 进入第二点 我们上次说过了 在美国大专院校的话 他呢 非常注重体育 因为体育跟这个 熊武是分不开的 体育让你身体变得非常的强壮 你 只有在身体非常强壮以后 你才可能 变得 非常的雄武 有那种气魄精神 最近跟那个孙丽人 他在清华的时候 非常喜欢各项的运动 他在军中的时候 也提倡各项运动 这必然的 关联 在美国一样的 他为什么要这个提倡运动 就是因为他强调 男子那种雄武的精神 除了他提倡运动以外 他美国 现在呢 差不多有1500所的大专院校 几乎所有大专院校呢 都有所谓的这个英文呢 叫ROTC ROTC 就是 Reserved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就是说 预备军官 训练师团 缩写 凡事 有志从军的 像班超那种 投笔 从容 你不需要投笔 因为 他本身就是大学的 你可以说一个单位 一个等同系所的 这种 学术 也是军事单位 你可以拿你来学位 你也可以接受你的军事教育 毕业以后 你可以开始你的军人的生涯 哈佛 哈佛 耶鲁 几乎美国各个大专院校都有这个预备军官 军事团 这种设置 就举这个哈佛来说的话 差不多学校一半的人 都是那个预备军官 你可以想这个人数 比例是高 在历史上的话 得到美国那个最高荣誉的 军章叫做Metal of Honor 哈佛在全国的 他的院校里头呢 数字最多的 第三名 第一名 西点军校 军事学校 第一名 那是这个 可以说理所当然的 第二名 海军官校 第三名就是哈佛 哈佛大学 海军在陆军官校 那个 所谓陆军官校的话 在美国是属于西点军校 那是在这个 维吉尼亚州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陆军官校 同时也在空军官校之前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 雄武 他的风气在美国的话 非常受到重视 他从这个训练师团出来的 那些这个军官的话 那有不少做到这个将军 中国的话 你想在台湾他们名义上是所谓的人人皆兵 但实际上 同时在体制上 他采用那个苏联以特务兼军的那一套体系 所以教官固然训练那个高中生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但是呢 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监视高中的男生 那在我那时念的那个台大 他也有教官 那些教官的话 他跟高中的那个教官呢 就相当不同了 基本上他就不再训练那些大学生一些军事的技能 基本上那些大学生 我们说过了 他考进大学以后 在他上大学以前呢 会接受三个月的基本的军事训练 以后大学毕业以后 还有这一年的一半一年的 这个服役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们认为呢 是这个这么一些训练就应该足够的了 不要训练的太好 到时候训练太好的话 他又不是这个军校的那个体系上来的 只会受到严密的监控 这个样子的话 到时候反而可能会给他们造成麻烦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在台大大大学念书的时候 后来那一般的话 都是那种情景 那些教官 他最主要的目的的话 就是监视 大学的男子 或者一般 他同时也监视这个 别的人 对不对 教职员 一起监视 所以 中国受到苏联影响的那个专制的这个军事体系的话 绝对需要废除 你 像斯天下那套思维 斯天下执政 一心 担忧 考虑的 就是怎么样控制 天下 所有的人 除了他自己以外 自己呢 是这个不需要受控制的 而且也不可以受控制的 不应该受到控制的 别人呢 都需要受到绝对的掌控 在这种思维体制之下 训练出来的人的话 就是奴仆 因为他这种体制 他的这个目的 要求 就是奴仆 奴才在 他所期待的这个目标 就是奴才在 奴才 他能够发明什么东西 他能够创造什么东西 你要别人创造 你一定要给他那种新的 独特的思维的空间 这个的话 是这个斯天下执政者 最担心忌讳的呢 你有自己个儿的想法 所以可能 日后一定肯定 对我造成 这个威胁 晚上让我睡不着觉 所以这个一定要铲除 从这个体制上 你就可以看出来 斯天下的话 他所培养出来的 或者你可以 应该用这个训练出来的 就是奴才 美国的话 他呢 就是给你这个 自己思考的空间 他鼓励你 自己呢 自己独特不同的想法 跟中国呢 斯天下体制呢 是正好 相反 背道而驰 跟中国光天下 这种思考的体制 我们已经说过了 若和复杰 完全是一致的 好 这个第二点 跑了满了 第三点呢 是这个斯天下 他 耐以控制 所有的 成名的 军事化 锁链般的 这个工具 一般的话 使用这种 这种军事化 锁链般的 统育 工具呢 这个名称 相当好听 叫 李 李杰 或者呢 李之邦 一听了 又要让你感动了 所谓李 是什么东西 这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 解释一下 中国的文字 早期的意义 李的话 他的这个左边呢 是士 对不对 表示的是 这个士的话 原来在甲骨文里头 就是一个 祭坛 大祭司 要这个 线上 对上帝 线上 祭物的 那个祭坛 高高的 对不对 一个 一个平面的 那个 台子 然后呢 高的 支柱 这个上边 左边 跟右边 甲骨文 有时候 他没有 他只有一个祭坛 有时候 他有那个 三点 有时候呢 他有两点 或者一点 那三点 不像 许圣 东汉 西汉 研究 那个文字 很有名的 一个文字学家 他所说的 他说是 这个 什么叫 天地 行程 那样 不是 他只是 用了三点 来表示 这个上帝 在 贡献 你的祭坛 的时候的话 他呢 会出现在 上方 左方 右 就是 无所不在 的意义 所以他 里的话 原来呢 是表示 这个祭祀 人跟上帝 之间 互动的 关系 后来 公天下 转变成 私天下 体制 以后 他呢 就变成了 人际关系 特别是 如何控制 这个 所有人的 那种工具 所以 里纪里头 就那种话 就形容 他的礼 所谓这个 礼 君是大饼 权饼的 那个饼 怎么礼 礼貌 会变成 君子大饼 他真正的 本意 控制 所有 除了君王 以外的人 哈哈 那 里纪里头 还解释 说 这个 礼者 定 亲疏 亲 亲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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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话分开来 哪个 跟你 真亲 代故 哪个 是属于你的体系之外的 他为什么要 跟那个 亲疏 为什么跟这个 公天下思维 我们以前提过了 这个 在 诗经里头 上帝 最后继 跟这个 周文王的 周武王的 教导 就是地命率域 上帝命令 全部 给我养育 然后 无词 将笔记 不分笔记 为什么 那个 思天下 他这个礼 要分 亲疏 哈哈 这个 军位 一定要红二代 红三代 哈哈 这个 这个 超选 金死三胖 对吧 要他们那个机位 就是说 是一种 以私人利益为前提 为中心的 他这种思维体制 所以 理的话 在思天下 他后来 也变直 变直变成了 就是说 是 统治 掌控 别人 就是 所有 其他 人的 工具 用一句 白话来说的话 就是 这个 锁链 我们说过 军事化的 这个锁链 他是怎么 这个 制造 出来的话 当然 他是这个 成年 累月的 这个 中国的 专制的话 就是 越来越专制 越来越 极端 越来越 恐怖的话 就是因为呢 他一点一点一点 一点的加上去 别人想到了 猪九族 那在文革的话 因为他已经有那个 猪九族的 这个稳固的基础了 对不对 他只需要再向前进一步 诸 十族 跟你呢 少说过话的 无论是不是你亲戚朋友 少说过话的 对不起了 一起 整治 所以 他在这种 别人呢 那个 属心积虑的 想出了那个 控制别人 那个系统以后的话 他再呢 加油 添醋的 在 修改他 所以 现在 然后四天下流传到 现在这个理智的话 威力 还是异常的 这个庞大 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他取了那个例子 对不对 我在海军官校的 认识的那个 本省期的那个女孩子 她问的那个问题 你是万省鸡 还是本省鸡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他父母亲关系的问题 是吧 他只不过 父母的一个奴婦 同时我们说过了 那个 处亲王帝 四十个女儿 后来 用那个日文 日名 叫做 川岛方子 也是 也是 也是他那个父亲的 那个奴婦 都一样 在 理智的发展史中 周朝 具有 是具有一个 绝大影响性的 那个朝代 因为那个朝代的话 在中国历史上 最长的一个朝代 差不多将近的前后 就差不多 七百年的那个历史 没有一个朝代 比它更长的了 秦朝他十五年了 周朝 所谓 周公 智礼作业 所谓 智礼作业的话 其实的话 中国历史上 把它说的 好像是一个 美丽无比 它真正的意思 就是 什么样 制作出一套 那个体系 能够严格的掌控 全国的人 民 陈子 因为周公 他所以要 智礼作业的话 因为 在 他之前呢 有所谓的 管书 菜书 和 吴庚的 叛变 打了这个 三年 才把那个 叛变的周公呢 才把那个叛变 给 没平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 成王 他侄儿 年纪还小 对不对 所以他 施政 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那个 叛变给 没平了 但是呢 这个叛变的话 当时呢 就给这个 周公一个 很大的 警惕的作用 就他对周公的影响来讲的话 你可以说 这个有点跟这个1989年所谓的六四天安门那个事变 对邓小平的影响呢 有点点相似 所谓相似的地方呢 就是他促成了执政的 采取更严厉的管控 所谓现在话 美粉灯的措施 怎么样能够呢 控制的更为严厉 凶狠 周公呢 他想出来的一套办法 就是利用家族 你军队 你军队 不能够 什么地方都出现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 军营 城市 对不对 驻军的地方 但是 家族 几乎是无所不在 自己 军营 你有家族的体系呀 朋友 兄弟 但家族 你军队呢 你一般没法进得来 政府的官吏 你一般也没法进得来 所以周公呢 他跟当时 那些 的 臣子 就想出了 利用家族来进行 对全国人民的 严格的掌控 那 怎么样进行严格的掌控 就像来锁链 哈哈 就像那个 那个 罗马 那个战舰 虎罗马 那个战舰 最底层呢 都是那个 被这个锁链 锁住的那些奴隶 为什么要用锁链 把他们锁住 因为你作战的时候 你一看情势危机 你拔腿就跑 那那个战舰 还要不要继续作战呢 还要不要 继续这个 向前 那个行驶啊 哈哈 所以 他就想到了一套办法 就全部用在铁链锁住 跑不掉 即使船被集成了 对不起了 哈哈 你呢 就得跟船呢 一起下沉 那当时周公说 想出来的话 就是 可以说 同样的这个 路径 他把这个家庭亲属的关系的话 转化成 军事化成条锁链 以两个原则 哈哈 来组成 所谓 语记里头所说的 少是掌 剑是贵 剑 卑贱的剑 贵 尊贵的贵 年纪小的 不从年纪大的 第一大原则 第二大原则 你这个 卑贱的 仆人 你要服从你的主人 剑是贵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常常说 中国是一个势力 的社会 因为它剑是贵 卑贱的 你就一定要服从那个尊贵的 我比你多赚两块钱 呵呵呵 你就得服从我 哈哈 这跟宫天下完全相 我们说过了是吧 宫天下四位 全部一体的 有钱没钱 呵呵 在书耶稣的灵里头 没有分别 全部一体 所以 所以 在 他的这种运作之下的话 所有的人 都会被纳入 他的这个掌控的体系 就跟 现在中共所使用的 那个什么 社会 平分的体系 信用 平分体 体系 哈哈哈哈 利用那个 电脑 哈哈哈哈 管件 控制的 基本上 是一样的 那个原则 道理 那 这个体系的话 在商朝的时候 他还没有想到 就是说是 运用那个 宗族 这个体系 他对全国人 进行严格的 这个掌控 所以商朝的时候 你看那个 甲骨文里头的话 他那些 亲属词 像富 就这么一个富 甲骨文的富 不是像 现代 我们用那个富的 那个富一样的意思 甲骨文的富的话 指富今 旧富 孤富 遗富 伯父 叔父 只要是 父辈的人 男子 全部 都是一个 一个字 一个词 这就跟 这个 美国 公天 思维 这个体制 非常相似 美国的话 凡是 父辈的 除了父亲 以外 那是跟 那个圣经 凸显这个父母亲 有些关联 在那个圣经 《传奇记》里头 二十章的地方 他特别就强调了 要荣耀 所以这个 在这种 自为底下的话 父亲的话 对凸显 但除了父亲以外的话 叔父 伯父 什么 旧父 旅父 那些 全部就用一个字 这个词叫 安靠 母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商朝呢 因为他 离这公天下 那个思维 还不是很远 所以呢 他跟这个 美国那个思维 可以说是 几乎是一致的 但他周朝 经过周公 和他那些 手下的诸侯 用了那些 苦心极虑的心思 想出来这套体系以后 配合这个体系的 就是亲属词 那个亲属词的话 那真是 周密无比 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他这个特别名称 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代表 甲乙丙丁 八分 嘿嘿嘿嘿嘿 伯父 你们这么说吧 家族里头 对年长的 长子 一百分 嘿嘿嘿 富 对吧 小兵 九十九分 嘿嘿嘿 叔父 八分 依序一直下来 所以这些名词的话 我说过了 其实是分数 你一看伯父 你就知道一百分了 哈哈 你也就都要 致敬 哈哈哈哈 对吧 这个 就像甲乙丙丁 所以他想出了 这么一个一套体系 把严格的控制 全国所有人 除了天职 失败 所以 在 他这种体制 实行以后的话 那中国呢 可以说 所有的人都纳入 他监控的那个体系了 然后 邵市长 年纪轻的 要服从年纪大的 到什么地步 举了我自身的那个经历 对不对 在海军官校碰到的那个 奔省级的那个女孩子 然后我的一个 树心王他女儿 那个 石头记 他记载的这个 贾宝玉 给他父亲 假证毒打 差不多给打死 因为毒打 是所谓的那个 尊贵 年长的人的权利 年幼 为卑的 卑贱那些人的话 基本上都是奴仆 但后来的话 除了天子以外的话 所有的人 都是奴仆 只不过大的这个 金工 贴级比较高的这个 奴仆 还贴级比较低的 大宦官小宦官 石头记 有个相当 有名的那个故事 贾政呢 独打 儿子 贾宝玉 贾宝玉呢 贾母非常疼爱的一个 孙子 对不对 也是他母亲 王夫人 相当疼爱的一个儿子 所谓疼爱的话 就是说 他呢 这个 对自己的以后 特别是晚年 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你看那个 王夫人 他接到那个 吓人的那个 通报 就是说是这个 贾政呢 有可能会把 那个贾 宝玉呢 轰轰就打死了 他当然是这个 非常的惊吓 马上就赶到 希望能够阻止 这个贾政呢 他们当时 两个人对话的话 一般读者 没有特别去注意 应该特别注意 那就说明了 中国的这个 如同军事化的 那种 严控的 那个锁链的关系 在那地方的话 王夫人 他劝这个 贾政的理人的话 他跟他说得很清楚 你是有权利 把他给这个打死 如果 王夫人他就说 如果还有别的 这个可以依靠的儿子的话 他说了 那是 他的 从心中的心底话 你即使再打死 一百个贾宝玉 我都不管 不关我的事 即使是我的儿子 你想 那个语气 非常的重 我现在要阻止你 是因为 我只能依靠他了 你把他给打死 就是断了我的后路 也就是说 他追加了一句 你还不如 一病的 一同的 把我给一起打死 贾政一听 愣住 这是实话 实话 他可以在他的怒气之中 把贾宝玉给干掉 就像齐文公一样 我们说过了 他要吃人 山东那地方 山津海味 吃的呢 还这个 亦有未尽 要吃人 他厨子一听 要吃人 没问题 独才在 把自己的儿子 长子的 清真人肉 借给齐文公 所以 对贾宝玉呢 贾政是绝对 可以打死的 但是 问题是 他是这个 他妻子王夫人 所依靠的 他的这个 唯一的儿子 他长子 早逝 很早 就去世了 就离世了 所以 王夫人 就是 剩他这么一个 亲生儿子 也就如同 王夫人所说的 你要把他给打死 也就是 等于打死我一样 说你还不如 两个一起 解决了 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就说了让那个贾政 他还真是听进去了 他 他 他 先前 你怎么说 你越说他火上加油 石头记那个做着行的 下手越毒 怒气越大 但是这句话 是说了 心肯杀 所以后来 当 家母 母亲出现以后的话 当然 是没什么办法的 因为 按照这个 记得规定的话 少市长 基本上 是需要 到一个 母亲的 母亲去世以后 这个归例 所以 从这个事情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的话 中国 他这个私天下 军事化般的这种 控制人的锁链 他还是就说是 普遍的存在 一般人的话 都是就说是 这些 像 其他国的 这些 人物 对父亲 绝对需要 完全 重视 在离地里头 在全中国的 古籍 在左传里头 就特别提到 这个魏宣宣宣传的 那个宣 他呢 先跟他父亲的 那个 妾 司通 生了一个儿子 叫吉 这个儿子长大以后 要帮他 起区 一起 这个 一看 要帮他 娶的那个 齐国的那个女子呢 哦 没事 可人 他就决定 自己 把他给占有了 你看看 这种父亲 这种 礼 礼制 所谓礼 更让人 这个 深思的呢 是他呢 最后呢 觉得 毕竟是这个 当初是这个 说定要给儿子的 那个妻子 对吧 结果被我给 抢过来了 就觉得 哎呀 这个儿子 带的话 心里头 难保 不嫌恨 到时候 趁我这个 年纪大了 或者不注意的时候 把我给干掉 这麻烦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决定 先下手为强 把他给干掉 哈哈 你看看 这种 这个 所谓 君王 啊 君主 就呢 就跟那个盗匪 沟通一气 给盗匪 传话 说呢 我现在派我这个儿子 名义上 出使 等他行到你们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呢 下手就把他干掉 结果他一个 这个同父一母弟 啊 他的一个弟弟 很好心 跟他讲 结果呢 不听 父亲 嗯 要儿子这么做 儿子怎么能够不听 哈哈 就跟我们前提过 秦始皇的那个太子 不述 赵高 啊 假借秦始皇的名义 啊 去世以后 下了个赵书 要自杀 一截到赵书以后 蒙田的手下 大将带领30万军队 就说 你想一想 先查清楚 他就说 查什么东西 哈哈 父亲 要死 得马上就死 哈哈 把他自杀 啊 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 这种体制 这种思维的话 他不知道杀害了多少 这是这个 我们新天新地 新社团 新主持 新教会 新方国 一定要彻底 铲除的 四千下 四千下 要不然 共党的政权 被铲除了以后 你什么替代 另外一个政权 如同原石凯一般 一定要 有个新天新地的方果 在滋味上 受到神的指导 祝福 在行为上 同样的 受到 他的恩赐 好 我们今天 就 讲到这地方 祝 大家 身体平安 继续保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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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